小管漁業竿 先跟大家介紹這個澎湖的小管漁業竿 然後他就是在那個小管季的時候 就是補貨 然後在最新鮮的狀態 漁民就把它處理 用鹽鹽然後日曬一天 這樣然後就會得到這個小管竿 然後這個 不要看它不大隻喔 因為它這個也是等於是已經乾燥過的 所以它原來的那個 就是生鮮小管的那個 Size其實也是不小的 至少長度會是 有這個長度啦 這長度還蠻長的 然後就是一夜乾 它不是那種魷魚乾那種整個乾掉的 它還有一點水分 所以 我們現在拿到電燈下去看它是透明的 對大家看 是透明的 非常透明 然後新鮮的小管它本身就是 透明的 身體會是微微透明的 所以 這個非常非常的新鮮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以前他們 澎湖那邊的漁民他們也是 過 就是小管博啊 然後 當然 沒有 吃不掉還是賣不完的 他們就會去做這個 一夜乾來做 撮存啊 也是 過凍的那個糧食啊 那這個東西 基本上就是 只要稍微烤過齁 然後 把它吃一絲一絲的 然後再 再沾那個 美乃滋啊 或是 蒜頭醬油啊 辣椒醬油都很好吃 然後 一天 就行了 然後 再沾那個 就行了 到你 好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